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大义理书》第十到十二章 我给的题目是 仰望神的人必赢在终点 仰望神的人必赢在终点 有一句说话应该是一些有很小的小孩的家长的口头禅 就是赢在起跑点 我见到有很多家长的小孩一出生 他们就花很多心机花很多钱 买很有营养的食品给他们吃 希望他们的小孩身体从小就很健康 亦都很关心他们的小孩幼儿教育 读哪间幼稚园 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在起跑点 已经赢过其他童年纪的小孩 当然赢在起跑点很重要 但是在圣经给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应该更注意的是 我们有没有赢在终点 因为终点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在《大义理书》十二章这里我们看到 神的博人《大义理》这位先知 他的人生真是赢在终点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大义理》的人生好像已经可以做一个概观论定 已经可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上帝差派天使米加勒 来到向《大义理》显然 告诉他 亦都是鼓励我们信靠上帝的人 就是我们要努力地倚靠神 使我们的名字可以记录在生命策上 记录在生命策上的这些人 都是蒙上帝拯救的人 这些人都会得永生 另外第三节说 智慧人必发光 什么是智慧人 经威耶华是智慧的开断 我们认识上帝的人 我们应该靠着上帝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的人生就会为神发光 就会容神亦人 另外第十二章十节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淨结白且被骷恋 这里亦都给我们提醒 我们信上帝的人 我们应该注意 我们是否首结心清 我们的言语行为 可否讨神喜悦 另外我们亦都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 人生的挑战 一些骷恋 一些试恋 但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从《大义理》书 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上帝 就是《大义理》所相信的上帝 祂是历史的主 祂是最高的主宰 祂绝对有能力带领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既然依靠祂 我们亦都可以有把握 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 就好像人类的历史一样 都是在上帝手中 上帝不单止可以掌管人类的历史 的发展 上帝当然也可以带领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真的靠着上帝的恩典 走到人生最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恩着上帝的帮助 我们成为一个在言语行为 心思念各方面都讨慈喜悦 做一个荣神亿人的人 我们看到《大义理》 它有很多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 它可以知道很多奥秘 巴比伦的奥秘 以色列人的奥秘 人类历史的中国的奥秘 但是让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大义理》 有这么好的福气 可以看到天使向我们显现 告诉我们很多奥秘 但我们相信神不偏待人 我们信靠祂的人 我们是神所爱的 祂一定会也都好像帮助《大义理》 保守我们 我们有不同的功能 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 好像《大义理》一样 做一位先知 那么有影响力 但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爱的 只要我们倚靠祂 我们明智一定会计身命责 我们一定会得到永生 我们亦都可以 很有智慧地生活 亦都可以 真的走到人生最后 我们可以说 靠着上帝的帮助 我们可以在人生的终点 可以是得胜 愿上帝帮助我们 每一日都倚靠祂 每一日都倚靠祂 以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主赢在终点 求主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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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祝福 祝福